哇 他們是現場捏的啊 現場捏也不一定不好啊 可能功夫不錯咧 嗨 把雞飯揉在一起而已 不是雞飯粒 他的雞肉是去骨的耶 但他的雞飯是有水準的 今天又回到我們 新加坡自由行系列 因為會常常來新加坡 大概兩個月會來吃 所以這個系列會做很長很長很長 在上次的影片就有觀眾留言 那寫什麼 Ben Wong他就講說 據我所知大巴窯八巷 有一家雞飯粒蠻多人吃的 我現在人就在大巴窯地鐵站 現在就要去找那家雞飯粒 好 我們先來聊一下新加坡 為什麼叫新加坡吧 我覺得這個話題還蠻好玩的 這個新加坡呢 據說它這個Singapura 是繁文裡面的獅子 Singar就是獅子 Pura就是城市 城市啊 Singapura就是獅城 就這樣子來的 有一個謠言 這個謠言就講說 不管有一個印度還是印尼的王子 在這個島上面 淡馬席這個島上面 看到了有一個獅子 後來就叫他們Singapura 首先這個是流傳最廣的說法 但是大家可以不用理他 因為不論是印尼還是印度 在新加坡都看不到獅子 獅子在非洲大草原才有 有的話也是老虎 不可能是獅子 OK 所以 這個聽聽就好啦 然後後來呢 在1819年啊 就是有一個叫來佛寺的英國人啊 就從Rofo 蘇丹那邊啊 講說他要管理新加坡啊 高高高的幾年之後啊 終於從Rofo 蘇丹那邊 拿到了新加坡 可是那時候英國人啊 也有一個馬六甲了嘛 他就拿新加坡來幹嘛 其實理由很簡單啊 因為在馬來半島啊 都是蘇丹的領土啊 都是連在一起很難防守啊 很難顧啊 很多問題啊 所以他們就想要拿新加坡 講說這個島啊 安全點啊 都是一個島嘛 旁邊都是海 那些馬來蘇丹啊 就派軍過來也過不來啊 所以英國人就把新加坡拿下來之後 其實他是搶過來啦 英國人那時候都是王八丹來的 所以就大概這樣子啦 講到這個好像還要講一下 為什麼馬六甲會成為 這樣重要的地方 很多人都講馬六甲是什麼 世界很重要的港口啊 什麼之類 但其實馬六甲的興起啊 就和以前我們講的一個東西 叫做胡椒 就歐洲人來買胡椒 就是胡椒讓荷蘭人 荷蘭東一都公司 或者葡萄牙人有錢的那個胡椒 就是因為歐洲人要買胡椒嘛 然後他們一定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如果你要從歐洲 從非洲 從印度 到馬六甲或者到中國的話 你一定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不然你會繞遠路 而且有很多岸礁 所以不便的嘛 馬六甲就是因為這樣才起來的 一開始選擇經營馬六甲 而不選擇經營新加坡 也是很有道理的 因為那時候軍隊的補給啊 你就整個傳過來啊 你可能哪裡有破洞啊 要拿木材啊 要拿那個水啊 要拿食物啊 要拿蘋果啊 要拿橙啊 補充維他命C啊 不然有敗血病這些問題啊 在馬來半島 它資源是比較豐富的 很明顯嘛 就新加坡很小嘛 它淡水資源可能也不多 山也沒有多高 所以也不可能蓄水 很多小問題啊 所以選擇馬六甲是很合理的 可是 可是到18多多年的時候啊 技術慢慢進步了 航海技術 或者說 有了蒸汽的那個船了之後 蒸汽機發動的輪船之後 就很多問題就慢慢解決了 一直到1911年 新柔長梯蓋好了 英國呢就真的正式全力發展新加坡 我覺得很心虛 講了一大堆 但是 希望對於有些人有用啊 然後我現在去找那個海南雞飯了 我真是不知道在哪裡 好 如果你要大堆要地鐵站 你就找這個手扶梯就對了 然後你就順著這個手扶梯往上走 它的左邊 就是這個手扶梯 好 手扶梯出來之後往左邊走 然後轉進來 來 就有了 雞飯 不知道好不好吃 這個雞飯 傳統來的雞飯是5塊半 有湯有飯有肉 乾燒雞麵也有 咖哩雞也有 這個香脆雞飯粒也有 3粒2塊半 一粒一粒的雞飯還有嗎 有 有 還一套那個 他們是現場捏的啊 哦 原來如此 這兩粒也不一定不好啊 可能功夫不錯 我還沒有 我們就要來做 那我幾個都沒幫你擦 我們可以了 然後就要去吃 然後就要去吃 不然就要吃 我們就要吃 なんか吃 不然就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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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銷啊 正面功夫有到家 5塊半蠻貴的 5塊半多少錢啊 大家看這裡 其實一般上 在新加坡雞飯大概10塊10塊半 這個大概貴了一塊 可能是因為這個球的關係 湯就是中規中矩 就是用雞骨熬出來的湯 是ok的 而且中頭下了 它真的就是 就是把雞飯揉在一起而已 不是雞飯粒 它的雞肉是去骨的哦 它的雞肉是去骨的耶 哦 哇 這點就要給它加分了 這點就要給它加分 哇 沒有想到雞肉是去骨的 吃一下雞跟辣椒 水準 水準 我只能這樣講哦 這樣講的話又會不會得罪的 就是 如果你要做成 歸金啊 就是海南飯糰的話 不是拿海南雞飯的飯 就是 就是一般的那種飯 然後捏捏捏就可以了 這味道是不錯的啊 你要把它弄散 它就是一樣了 它就是 它就把 把飯捏成球 其實它不是海南雞飯粒 它不是 鬼筋耶 不是不是 它不是鬼筋 不是 飯粘 但它的 雞飯是有水準的 我也不能講說有水準 就是有Quality的 就70分左右 我很喜歡吃新加坡雞飯就是 他們很多攤飯的水準都差不多 不會落差很大 在馬來西亞就很大這個問題 就是 好的90分 壞的可能30分 40分 就新加坡都是70-80這樣子 它的落差不會太大 都是 Quality的 先講說它 它不是難吃的 而且它飯其實是蠻不錯的 還有網友知道新加坡那裡有粒粒的海南雞飯 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拜託 我來總結一下 現在先吃東西的總結 就是說它飯是不錯的 只是它不是鬼筋 飯是好吃的 這可以肯定 肉呢 去骨 加20分 然後肉也是ok的 肉就算沒有去骨 也是有80分 紅餃就普通60分 然後辣椒是70分 湯啊 70 75分 大概就這樣子啦 現在新加坡的那個小販中心啊 Food Court啊 吃東西都要自己收盤啊 大家不要忘了 它是好吃的 這個 無口後悔啦 就是好吃的東西 總體大概有80分左右 想要營銷啊 就是打著海南雞飯粒 這個東西還營銷 我覺得不對啦 就也不是嘛 要營銷我了解 要營銷我了解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不對啦 就是 不太對 坦白講真的不太對 所以 如果想要吃新加坡雞飯 它是非常標準的新加坡雞飯 但它不是海南雞飯粒 今天的影片大概到這裡為止啦 還是蠻開心吃到這個啊 就是很標準的新加坡雞飯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新加坡現在戶外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影片是8月拍的啊 10月不知道會變怎樣 就是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每次吃到新加坡雞飯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 Oh Yeah 兩個字穩定 所以 不會給你很糟糕的 就是 不好的回憶 這就是新加坡雞飯給我的最大特色 其實還是蠻感謝新加坡 把海南雞飯做到 讓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只是馬來西亞的話 我覺得 確定是不行的 太了解馬來西亞了 馬來西亞 我們 的 啊 一眼南京啊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喜歡這個影片在YouTube看到 記得點讚訂閱之後 打開點讚 在Facebook看到我幫我分享出去 OK 那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